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赞到两千五百回合时 人们瞠目结舌 两人各种秘书分成 杀到战血沸腾时 竟然纠缠到了一起 黄金公主扭住叶凡的一条手臂 道痕浮现 显光弥漫 竟是要生生的折断下来 而叶凡也是如此 扣住他一只手腕不让他得逞 一只金色大手探出 整个人几乎压在了他的身上 他们发出赤胜的光 金色血气淹没了此地 叶凡压着他 从天雨撞向大地 轰隆一声 一座万丈高山当场被两人撞断 眼尘冲启 化成大片的千云 覆盖在高空上 幸亏远离了大坟 打进了大荒中 不然这样撞下来 天知道会发生什么 哄的一声 他们近身厮杀 连续撞断六十一座山峰 但凡触到他们所散发出的黄金光 山崩地线 大湖蒸干 一切都将成尘埃 黄金天女大叫 站到了这一步 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耻辱 何曾与一个男子如此亲密 几乎肉身贴到了一起 即便如此 还不能镇压对方 在太古年间 他为天总之姿 同辈最强大的人也不过接了他九招就败了 明艳京晨 被誉为绝代神女 而今 竟站到了这一步 被一个男子压着 从天上打到了地下 实在暧昧 那强健有力的体魄 传来一阵阵炽热的温度 让他很受不了 近距离战斗 纠缠与碰触在所难免 甚至有几次两人双腿互相缠绕 躯体紧贴 体姿移拟 然而 战斗毕竟是战斗 每一次都是惊险的 即便是贴到一起 都会有大道痕迹出现 有龙吟黄鸣发出 若是常人 这样的道痕出现 一击就会成为击粉 身死盗消 黄金公主发肆如一道道 灿烂的金霞 几肤雪白滑腻 惊艳动人 在这种大战中 不断肉搏气的身体颤抖 本就落在下风 自然更加不堪 叶凡出手相当的不留情 从天上打到地下 又从地下打到云端 见他心神不宁出手 更灵力了 砰的一声 他一掌拍落 即便黄金天女身上穿的是金丝神衣 也承受不住力道 化成了一片光雨 上半截雨衣散开 露出了一大片雪白 风姿爵士 雪白滑腻的脸上出现了一片潮红 他气到战力更加被动了 叶凡不管不顾 又压着他 从云朵间大站到了地上 从云朵上坠到地上 他们身在黄金圣狱中 每一瞬间都能交击千百次 神术分成 喷光飞侠 两人一会儿分开 一会儿碰撞在一起 这是弟子级的最强战斗 更胜过当日与天皇子一战 黄金族的天女 精英的发丝飞舞 已经与叶凡拉开了一段距离 她即便再强势 也是一个女子 这样以你的战斗 让她抓狂 有羞是惊呼 天哪 两人由近身搏战分开时 满天金色光雨飞洒 碎衣飞舞 黄金公主上身肌肤雪白细腻 像是精英的象牙雕刻而成 让人觉得晕眩 不过 观战的众人没有机会看清 光滑一闪 她身上又出现一副金丝神衣 挡住了如杨之美玉般的机体 黄金公主气得 娇艳的红唇都在哆嗦 躯体都在静挪 她傲行太古 俯视同辈 高高在上 今日一战 竟落到了这般田地 哼 我还怕你不成 叶凡嘴角微扬 满不在乎 刚才确实看到了 不该看的东西 但是她并不在意 与古皇子寺 近身大战 什么都可能发生 即便站到寸履不及身 也有可能 谁会去多想啊 因为弟子级大战 动辄就会殒命 黄金族的公主 是在太古皇的宠爱下长大的 一生只有黄金皇这样一个男人 能让他静养 那是他的生父 除此之外 对任何人都不假词色 他高高在上 对于太古同辈人来说 如神月当空 皎洁而神圣 是渴望不可及的绝代神女 无敌于事 举世难寻比奸者 今日对他来说 算是一种耻辱 他的金色瞳孔 射出惊人的闪电 化为剑气 纵横激荡 披杀叶凡 功法更为剧烈了 斩得古黄鞋沸腾 黄金天女脸色潮红 还有余韵 余雪白晶莹的肌肤上 似那艳丽的花朵绽放 烟红点点 闪烁光泽 他一副试杀人族圣体的架势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与一个陌生男子肌肤相贴 差点赤坦相对 黄金鲜光飞洒 急如狂风暴雨 这个地方被金色神华淹没了 山崩地裂 河干湖河 云征辖尾 气象万千 有什么大不了的 别一副吃了大亏的样子 你又不是没看到我的上半身 叶凡尹满不在乎的语气说道 黄金公主峨眉倒树 气得修成晶莹的机体在颤抖 攻势越发惊人了 满头金色发丝飞舞 与道共鸣 瞳孔内有日月转动 有星辰陨落的可怕景象生成 碰的一声 叶凡对抗 黄金鲜光扫来 她的上半节衣衫 尽成灰烬 露出强健的躯体 闪烁宝灰 她哈哈大笑 你这是不满吗 想多看我上半身几次 才能心理平衡 黄金公主鲜艳的唇 被晶莹的背驰差点摇破 何曾有人敢这样与她说话 在太古年间最绝顶的天骄人物 都只能对她仰望 她一语不发 脚踩黄金天须部 一步一幻灭 像是一个神灵 金丝飞舞 仙姿玉谷 管绝改当代 攻势更加可怕了 远处一些半圣都机体发寒 汗毛孔冰凉 这位皇族天女的战力 让人胆颤 像是行走于时间长河中 防不胜防 砰砰的 奈何夜凡真的太强大了 肉身无双 从容相对 心有无敌权益 每一击都震得黄金公主 长指生疼 虎口金色血迹斑斑 大战到三千回合 黄金公主不能占据上风 几次被夜凡震得负伤 充满了不甘 身为太古绝代神女 竟然痴别 心中有一种欲气 夜凡自然是越战越勇 眼神璀璨 因为与古皇女战斗 让她看到了太古皇的正道路 收获巨大 她并没有动用仪器画三清等秘书 而是只身独占 真正的生死对决 想观摩黄金谷皇的大道仙路 眼神越来越亮 像是看到了绝世奇真 轰的一声 她步步紧逼 金色拳头击出 震得黄金族公主的身体连产 不断倒退 嘴角血迹点点 突然 一种很危险的契机弥漫出 夜凡倒退 对面的黄金公主嘴角 泛起一丝冷笑 展开了从未有的杀招 黄金神藏 原处 古族人惊呼 这是一个传说 他们没有想到 竟能够亲眼见到 准得有这种无上神术 古老相传 黄金谷皇想打开仙域 最终失败 却于作画前 打开了一个神秘的神藏世界 都是各种道痕所化成的兵器 这是一个秘术的世界 可化为无边的大道公鸡 演化成一种终极神术 显然 黄金公主得到了秘传 黄金公主身材修长 风姿惊艳 金发飞舞 在其背后 是一片璀璨的黄金神界 传说中的无量神藏出现了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感谢观看